流量当头,我是维尔 最后叫我是秋子 天马行空,我是鲁鲁 是,今天是6月28号的星期二早上 其实现在还没有到 因为下星期是开拽节了嘛,对不对 嗯,对 所以应该有一个很长的假期啊 呃,大概一个三天吧 哦,长假耶 长假,对不对 如果是有些朋友可能请假两三天 大大纸上就可以拥有大概十天的假期 学校有九天哦 学校有九天啊 所以是一个长假 那这个假期你们有没有打算去哪里 嗯,这个假期啊 去英国吧 去英国 啊哈 称现在英镑大跌嘛 扁值嘛 还不称这个时候 称什么时候呢 英镑大跌也是一笔数目好不好 哈哈哈哈 可是那里很混乱耶 你确定你要过去 不过去哪里都好啦 就是要去哪里旅游呢 就是玩什么东西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今天看到一则新闻 看到有一点怕怕 怎么样 就是在英国苏格兰的北拉纳客群 这个一个主题公园叫M&D主题公园 在星期日的时候就发生了过山车脱轨的事故 造成十个人受伤 是,就是在有一些目击者呢 他就说呢 在意外发生的时候 他只是听到很多孩童呢 的尖叫声 然后呢 感觉像就像是在看那个恐怖片一样 因为之前不是有一部电影 好像是什么 Final Destination 他也是有说在坐过山车的时候 然后就那个过山车也是脱轨掉下来的 那感觉就是很像 因为他是在 那个过山车呢 他就在转弯的时候就出轨了 然后就坠落在地面 我坐过一两次过山车 你们都有坐过吧 对不对 那感觉怎么样 刺激吗 还蛮刺激的啦 如果是那个过山轨又长 然后又快的话 那是非常刺激的 但是我坐了过后 我就不会想要再坐了 为什么呢 那感觉很不舒服 年纪大了 可能这是一个原因 但是最主要是 我其实是蛮喜欢刺激的一个人 我胆子也蛮大的 但是有一些东西呢 就是那种感觉不舒服 比如说像banji jump 我到现在我都不想去试 我没试过 但是我一想象到的感觉 我觉得很不舒服 哦 你不喜欢这样子 马上这样跳下去 那种感觉 那个心脏直接掉入那种谷底 那种感觉吧 但是很矛盾的是 我又想去尝试那种高空跳伞 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高空跳伞 不不一样吗 它是吊着应该是不一样的 不对不对 高空跳伞 哦对也是这样子 对啊 那parachute和banji jump 我不确定它有它有它区别 那种感觉是怎么样 虽然形式是不一样 但是感觉多多少少 就有点类似吧 我就不懂为什么感觉 就是我会想要尝试parachute 但是我不想去做banji jump 一个是快速的 一个是比较慢的 会吗 嗯 banji jump你就是这样的跳啊 可是那个高空跳伞的话 感觉还有时间缓冲 它应该是觉得有那个棚 给它顶着比较有安全感 因为banji jump还是直接就是绑着你的脚就跳 可能我比较觉得不喜欢就是脚被绑着那种感觉 因为我完全没有 我不能被绑住那种感觉 然后你高空跳伞 还有一个原因是高空跳伞 你可以你看不到地面 所以你没那么怕 感觉可能没那么怕 但是那个banji jump你一般像你还是看得到 它的底部是在哪里 所以没那么恐惧 是 我常常觉得看不到没那么恐惧 看到反而有点恐惧 banji jump让我怕了一个点 就是我很怕那个绳子如果断掉的话会怎么办 我会担心这一点 那你选择在一些湖面还是海上的 会有鳄鱼啊 我应该不会吧 你怕什么鳄鱼呢 你怎么知道 你不要选择有鳄鱼弹的地方跳好不好 那就没事啊 所以就是这些去游玩的时候 一些游乐场呢 就尽量选择性的去玩嘛 虽然说你喜欢刺激 但是这些是没有安全保障的 即使他跟你说 这东西我们的这个设备是安全的 但是他能担保100%安全吗 就像所有的过散车 所有的这种主题公园里面 这种比较危险的游戏设备呢 如果你胆子大的话 你去挑战吧 如果是觉得还是有一点不舒服 我觉得还是不要 那说到这个苏格兰 我们也要提到这个脱欧了 你刚才是提到脱欧的事件吧 对不对 所以苏格兰本身呢 他们也是有可能尝试 要脱离这样子的 脱离英国 对脱离英国 可是你有没有听过苏格兰 可是你有没有听过苏格伦呢 苏格伦 苏格伦到底是什么呢 苏惠伦我知道 唱歌那个 这个听的歌可以透露出你到底什么年龄 这证明我的这个听歌的范围是非常广 也不代表年龄 哦 OK OK 这个苏格兰呢 其实是 就是说 斯克兰 就是 苏格兰再加伦敦 因为他们就是脱欧过后 许多人对这个公投结果不满 所以就有人提出 首都伦敦和苏格兰 脱离联合国 王国独立 重新申请加入欧盟 呃 甚至呢 还有遇民网民呢 更是就是 直接为这个苏格伦 设计了一个新的标志 并上载到网上 依人家分享 我觉得他们已经是 直接失望到透顶了 怎么说呢 他们甚至就是 尽情恶搞啊 嬉笑怒骂的方式来 舒缓这个 呃 情绪 像是 网上最新出现的 一幅恶搞图呢 是用卡通玩偶 切出来的场景 寓意连接 英国法国两国的 这个英伦海峡 隧道其中一边出口 被钻墙封了一半 刚好就一个 Thomas的那个火车头 驶到 然后就是 没有前面去 露出了一张苦脸 嗯 也许 呃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支持这个 公投的结果 呃 有一部分之前 虽然说 呃 成绩出来 是脱欧成功 但是 他并不是 非常大比数 一面倒的火车嘛 对对 因为其实支持 留欧和支持脱欧的人 挺接近的 挺接近的 所以 如果一方面赢了 另外一方面的反省 一定也会很大 嗯 所以现在反而就有人 用这种方式来扼搞了 这是已经预料中式了 就是说 这个苏格兰和伦敦 能不能成功脱离 这个英国呢 应该 就像我们 昨天也谈到嘛 应该不太可能 嗯 对吧 可能性是非常低 英国也不会让他们 呃 离开这个地区吧 对对 是啊 尤其是首都伦敦 嗯 这个可能性就不大 不过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奥斯 呃 有 呃 就是 就是 奥地利 还有 这个 呃 另外一个国家 斯法洛克 斯洛沃沃奇 他英文名字还真的难读 这两个地方 所以这两个地方 就有可能也是要公投 要脱欧 对 因为这个奥地利的总统 他输的自由党成员霍菲尔 警告欧盟 如果再有任何政治中央集权的举动 奥地利将会在一年内举办脱欧 但是其实根据分析显示 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因为脱欧并不是那个失败的人所讲的 而是你要有执政党说 OK好我们举办公投才可以举办公投 所以他说的这句话 基本上可能可以伤动一些情绪吧 但有这个可能性啦 那斯洛伐克集邮政党呢 在国会150系中战14系的 叫我们的斯洛伐克党 他们也是有这种威胁 说我要发起脱欧公投啊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斯洛伐克 是应该离开欧盟最少沉船 对他们来说欧盟已经沉船了 不过如果是有看这个历史的话 应该也非常的清楚知道 当时提起欧盟这个概念 或者是那个时候也不叫欧盟 他们有另外一个名字的 主要是这四个的国家嘛 就是因法得意 这四个主要的国家 是他们成立的 然后后来他们加入了 其他这些相对没有这四个 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进来 但是这些其他小国呢 他们对欧盟的贡献 对于这四个大国家来说 其实没那么大 没那么大 主要是这四大国家 可以把东西是 扩大他们市场 就寄到那边去买 出口到那边去买 但是他们获得的利益 就好像举个例子说 他们网民就有用这种 微信的概念来做吧 对吧 把红包的概念 对不对 我觉得他们用的 很贴切的这种概念来形容 就是现在大家 即使不看历史 都可以看得明白 那简单来说就是 这些小国 或者是这些周边国家 他们从这四大强国里面 所获取的利益 远远大于他们 所做出对欧盟做出的贡献 所以现在就是 这些财库 都已经一个很大的 一个大财团脱离了 那现在剩下三大财团 他们现在也是 就有一点不稳定 那现在他们会担心 这些小国 就担心周边国家 我不说小国了 这些周边国家就担心说 会不会我接下来 也是利益受到影响呢 那就担心这些老大 这三大国家 可能不再派发 那么多的好处给他们 那他们现在就用这种理由 来威胁说 好啊你不给我 还是怎么样 怎么样 我就要脱离了 可能有这种可能性 是 但是他们其实脱离 应该也是微不足道吧 你说微不足道 这个很难说 如果一开始英国没有脱离 就这四大强国还在 OK 这原始的这四大国家还在 其他的那些周边国家 一个一个脱离 不是一个一个脱离 是有 比如讲 我假设了 今天第一个脱离欧盟的 并不是英国 而是这个斯洛法克 或者是奥地利 你觉得全世界有没有大的这个新闻吗 不会 我觉得他没搞那么大 他可能还是一则新闻 是一则大家会关注的消息 毕竟脱欧这个事情 就等于你离开了一个那么强大 那么强大的经济体嘛 所以世界还是会关注的 但是他的关注点和他的那个震撼度啊 就好像你放一颗鞭炮 它的爆炸力没那么强 和你放一颗原子弹 那个爆炸力有多强 那种震撼力 所以是不一样的 它差别就在那边 所以像今天 如果说其他小国 它是因为有一个大的国家先离开了 那就不一样了 感觉就不一样了 就是它所引起的震撼度呢 它还是会让其他人担心 就是一个大地震嘛 然后这些小国就是余震嘛 就是这种概念 就是雪上加霜啊 这情况就雪上加霜 破雾更遭连夜雨 就这样子的形容词啦 所以如果他们真的 你看他们也不是笨的 他们在趁这个机会就说 就知道整个欧盟里面是不稳定了嘛 那如果说我要离开 那他们你觉得这其他主要国家 会让这些小 这些周边国家离开吗 他们一定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 因为要稳定局势 如果他慢慢的一个一个离开的话 那这些欧盟就面对更大的一个压力了 是 可是他这么 他没有看到英国离开以后 会怎么样 他就选择要离开 那他不是一样很笨吗 也不见得是这样子哦 因为他们现在取的 就是说这种叫战略 就比如说今天我知道你 你已经是不会那么轻易让我离开 OK 所以我就要 谈判的筹码 谈判就比较高了 这种谈判的一种手段来的 他知道你需要我多过我需要你 当然我也是很需要你 就是问题是说 你现在更需要我留在你这个地方 那如果他就是转一个 他就是说你要走那你就走吧 那还不是完蛋 当然了 大家 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你去死我也一起死 大家看谁态度硬一点 如果现在整个欧盟这个经济体 他们觉得说 好啊你这些小国 这些周边小国 你大声讲什么东西 你要这样子 好你要走你就走 我不留你 总的你走了 少给点钱 是 你走了过后 你就不要再回来 你只要踏出这一个门 你就不要再回来了 是啊 如果是这样不是更好 他就是下马 我也给其他的小国看 那其他的小国就不敢这样子做 你说的是对的 所以我现在就看他们怎么样去决策 有些就看你怎么决定 因为如果你说了 这种是一种赌局啊 他们是一个 就就就下注 我就看你敢不敢走 这种可能性也存在 只是现在你看欧盟 他并暂时也没有敢怎么说啊 对吧 意思是说还是有谈判空间 如果他们真的够狠 就马上放话 对于其他想离开的国家 你们走出这个门槛 就别想再回头 我们就不会再认你这个 什么老婆啊孩子啊 什么都好 后宫三百 反正我自己这边 我们都强大得很 看他们敢不敢这么说 但我量他们不敢 我感觉我量他们不敢 因为毕竟这个英国 这个震撼弹呢 是挺大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 只是一个余震 还没有看到海啸 因为如果海啸一来 可能死的人还更多 所以就不确定这个地震呢 它会造成怎么样 很大的一个反响 总之现在是开始有些余震了 你看到奥地利啊 这些什么 甚至连法国也是 那个什么 那个五星运动 也是在讲说 可能要公投 所以如果真的是法国 真的一走的话 那还真是大海啸 你看就是法国 为什么这些周边 其他国家敢这么说呢 我刚才说英法得益 英国走了 法国里面也在闹 闹这种混乱 所以这个你让其他小国 其他周边国家看到的时候 他们说 你们也在搞这种东西 好啊 那我就肯定你们 是那么的 不能稳定下来了 暂时 那我就趁火打劫啊 是吧 先行一步 对啊 就是谁先下手为枪 谁就获得更大礼 只是有没有想过 他们可能有没有 没有想到一点 就是说就像你说 如果真的他们狠下来 我也不担心你要走 那我就看这些其他国家 他们能够真的 怎么去做决定 但是别忘了 炒起这个问题的 可能是一些反对党啊 或者是 我相信不是执政党 对都是反对党 都是反对党 然后如果是反对党 炒起来的话 也只是 可是很难讲 反对党的势力 应该还蛮强的 你看英国就是因为 反对党这样的一个势力 所以就 就这个大海啸 提起这个话的是 首相 英国首相 卡美伦 可是是他留欧啊 对啊 但是他自己 就是广东话语句 很难听的 叫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概念吧 他大概是赌惯了啦 这么多赌局 又是让苏格兰 举行这个公投 看他们独立 结果苏格兰选择留下来 是啊 然后又这个欧盟 没有想到就拜 欧盟这个方面了 是啊 所以他就说他自己要辞职嘛 对不对 他在上个星期五宣布辞职的时候呢 结果还是忍不住这个激动的情绪啊 听说他也是自己也在哭了 而且还是痛哭呢 是 那卡梅伦他上任到 那个时候只有43岁 是200年来最年轻的首相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上任的时候 哇 全国 那个报章啊 什么都是在说 哇 这是最年轻的首相啊 而且很帅气啊 什么啊 然后他有他的个人魅力 因为确实他 看起来算是蛮帅的一个首相 很帅哦 是首相里面 他算是蛮帅的 就是很多国家里头 又年轻 不过还有一个 我记得还有一个国家 是市长吗 还是一个主要领导人 也是很年轻 之前我有看到这个报章 也是有报道 啊 那个更帅 是 可是这个已经很帅 是 你每天就是关注在水帅 没有 这样子才有一点娱乐性 是吗 但是我倒觉得就是他的比较 有点地方 让我比较心想的地方就是 所谓的政治声势吧 就是我输了好 那我就下台这样子吧 他愿意承担 他愿意去承担 然后他也愿意去好读 他就是 我觉得我还蛮看好他读的那一方面的 就毕竟人家都去 他说 你不要啦 你不要举行这个公投 等一下留欧的话 等一下 又让保守党你不不满 脱欧的话 又无杀不保 你还是不要去做 可是他还是选择去做了 然后一上来 可能他也是要在为他自己的政治生涯 留下一点名声等等之类的 可能他就一直去赌 一直去赌 我倒觉得 还不错啊 就至少你让人民自己去尝试嘛 是我要做 还是我不要做了 那结果 过后看你们如何去承担啊 是 我觉得我 比较欣赏他部分是他愿意承担他的这个结果 因为作为一名领袖 我觉得作为一名领袖 除了要扛得起 他要放得下 对吧 对 你要上位是很容易的 上位是一个机会 但是呢 你要退位 这是一个智慧 他不容易做到 所以像他能够做到这个点呢 虽然说你多少还是有点伤感的 肯定有吧 对不对 只是说 只要他能够放得下 而且是他承担 能够扛得起这个责任 我觉得他已经是做到一名领袖 应该有的这个特质了 不过人家现在关注的是 接着如果是卡梅伦真的退位过后呢 会是有谁来上任呢 就有人就说 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叫什么名啦 前市长 对不对 对就是约翰逊 但是其实还蛮多人反对他的 就 哦我看到是有人反对他啦 我看到有人是说 要拿他的那些黑资料 哦是是是 因为这个约翰逊 其实他在之前 他会被拉下来 原因是因为他被爆出有魂外情 而且有三段 是 有三段魂外情 所以他被拉下来了 然后非常阻止他要继续上位 但是他也说了一些话 就是他是主张脱欧的嘛 但是 但是他就说了 其实英国脱欧 不是很急 因为他之前 中在报道上写了一个文章的时候 表示英国现在是可以以贸易 伙伴行事以后 欧盟合作 并可继续留在欧盟的这个单一市场 嗯 其实这个概念有可能也是可以行得通的 最主要是 当然也许他这种说辞呢 是有一些政治利益考量的 毕竟他要买得到两边人的支持嘛 对不对 今天你虽然说他是支持脱欧 他支持脱欧对吗 对 他是支持脱欧 是 但是呢 你别忘了 我们刚才谈到说 有很大票 接近一半的人 还是支持留欧的 那他们又 他要为了要安抚这一般人的情绪 OK 所以他就必须说 说一些让他们觉得说 看来你也不是那么的 你也不是那么的完全态度太强硬 一定要离开欧盟 然后自行独断独立这样子 那对这些要留欧的人来说呢 这个首相 如果是他真的是一个领导的话 是有的谈 他们因为现在 现在已经对一些支持留欧的人 他们是一个担心 他们是一个担忧 而且对整个不明确的 不明朗的状况 他们会没有安全感 那如果说现在 这个Johnson他是说 如果是可以 继续有这种单一市场的那种参与 然后在这种市场里面 有这种贸易 那最起码 对于要留欧的这一般人士 他们心里可能会有 找到一个 那个叫什么呢 安全 安全 安全港 安全港 或者是那个 游泳圈 那个东西 那个扶板 他们就觉得还可以有这种扶板 起码我还没有这样快证实还是怎么样 但是会有这么好的福利 有这么完美的政策吗 就是我不留在欧盟 但是我还可以跟欧盟有这个自由贸易 我觉得我看过 我看过 我好像看过这方面的这个评论 然后发现 应该欧盟不会让你过得这么好 之前我们也是有谈过嘛 欧盟应该基本上 不会让英国过得这么好 它会让英国过得很惨 然后让 就是来个下马尾 你看你们如果觉得英国真的是脱离欧盟的话 那你们就会有这种下场 这个可能性也不是说不存在 就看他们两边的智慧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说欧盟态度太强硬 其实对他们也不见得是完全有好处的 但我们可以分析说 如果你太强硬一点 你可以让人家看到这个下马尾 杀一紧百 如果你要再这样子下去 你结果就是跟英国一样 所以当然从一个比较逻辑的角度来看起来 感觉上好像是 他们一定要将英国死 这样子我才能维护我们的这个形象 人家也不会一直在讨论要不要脱欧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 会不会是说 你这样子做反而 比方英国本身有它的一定的实力在 如果你真的要骄恶的话 其他国家呢 也可能如果是站在可能大无意的立场 不见得不去挺英国啊 你能够控制比如讲像中国不再跟英国有贸易来往吗 你能够控制可能另外一个经济体 比如说东盟 东盟这十国如果加起来整个这个人口也算是非常庞大 它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其中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 它不是没有原因的 所以如果英国还能够跟东盟这些国家来有一个配合 或者有这种经贸来往 它也不见得会很糟糕啊 那如果是这样子下去 英国能够成功的手 怎么说呢 站稳这个脚 这个正脚的话 也许对欧盟来说 它不是一件好事 就是说 其他人会看到 甚至他可能会 会送涌其他这些周边国家 你看 我出来都没有问题 你们怕什么 然后如果你们想走就走 以后我来蹭你 对吧 我来蹭你的话 你就不怕了 所以我觉得站在一些立场啊 他必须要有一个智慧 很聪明的去考量 究竟如果这样子对待英国 也没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必须要有这种衡量 他们才能够做到一个更好的